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情况下 陈天华撰写并印刷了要求旧王意见书 在留日学生中散发 意见书表现了陈天华一如既往的爱国主义热情 他认为 国家有土地 人民 主权三要素组成 有一个要素不具备 就不能称之为国家 意见书指出 当时帝国主义者 纷纷向清政府索取土地和势利犯的 在非洲 美洲的华侨和东三省的难民 未受帝国主义虐待 出权无一步被外人掌握 因此 中国早已等于瓜分 且更甚于瓜分 意见书呼吁中国人民及时设法 拯救国家威王 他说 旧死者必于将死为死之时 不可待于已经死 旧王者亦必于将王为王之时 不可待于已亡 1905年 王兴与民报社同仁在东京合影 前排左起第四位位陈天华 这些地方和陈天华的民主猛回头 警示中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但是 在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 却有了显著的变化 原显 陈天华只赤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 认为满洲政府报定一个汉人墙满人亡的宗旨 死死不肯变法 主张以暴力将其推翻 改条约 赴政权 完全独立 建立一个崭新的威价 而现在则希望以和平请慢的方式 促使清政府困然警醒 外聚强敌 内行变化 两相对比 不能不认为是一个严重的退步 在写作意见书之前 陈天华曾会见梁启钞 二人多次通信 意见书反映出改梁派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 陈天华代表作 警示中输引意见书末段 陈天华设想有一个革命者出来质询 吴柴平日之所主张 非革命乎 今乃于也论于政府 和其进退时聚业 对此 意见书回答道 政府之将以土地 人民 主权三者与外人 一谈之间也 而无子之革命 但兮可举呼 无孔议论未定 而条约上之效力发声 以尽中华之所有权 以转于他人手矣 则何如要求政府 与之更是一围图存户 晚清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漫画 和时局图这段话 可以看作是陈天华对自己改变主张的解释 在陈天华看来 革命不会很快发生 远水就不了尽火 国家威王在即 只能以信任的形式 阻止清政府卖国 这样会便捷得多 编辑 既我努学者青年会会 袁朱勇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